傳動是不用帶雷 似乎不是這樣使用 不得了,撞到你了 你好,這是曼谷國際機場旁邊的 Happy and Healthy Bike Lane 剛才我用了泰國的電話號碼 和帳號的證本來登記 就拿了這個東西 暫時是沒有錢的 似乎在泰國有很多地方 處理食物和處理錢的人要分開 我不知道這裡是不是 都是因為管住相同的精神 所以有這個Catsus的東西出現 我們先去拿租車 不要再走來 剛剛完成了租車的手續 一樣是要用到泰國的電話號碼 如果你來到泰國才買電話卡 基本上都會連帶有泰國的電話號碼 所以如果大家來這裡不踩的話 就不用擔心這方面的問題 今天租的車是泰國公路車品牌Niche的Faith2 碳纖車架、前叉和坐管 C-Gap 煞車還有走內線的設計 搭板是我要求換成的Shimano SPDS-L Log 搭來 傳動是不用太大雷 傳動是105,11速 在這條單車鏡上希望就夠踩了 Faith2 Faith2 C-Gap 煞車 Niche of Mana Fait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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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ith2 Gap 煞車 C-GapD Fait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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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t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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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he of Mana 這圍着曼谷素曼拿普國際機場的單車竟 最初在2014年由產業道路改建而成 曾經被CNN選為世界最佳的機場單車徑 其後經歷過幾次翻新及改造 到2018年加入了紫色的高速車道 由泰王命名為Jelensuk-Mongkongjit自行車道 英文就叫做Happy and Healthy Bike Lane 而我是找不到Jelensuk-Mongkongjit到底是甚麼 總之逆時針單向繞機場一圈是23.5公里 一旦出發就不能回頭了 只能踩完整圈回到起點 我原本打算踩兩圈 剛才那個雷真的嚇到人 大家看到藍色是低速 右邊的紫色是高速的線 相信亦因為天氣那麼差的關係 今天都沒有人在踩 在看著 說回到那裏有些不同的租車的選擇 有些比較低階一點的車 亦都有高階的車 最高階好像見到是有Pinarello Dogma F2025 我仍然比剛才入場的時候 嚇到我仍然有點猶有餘貴 我租這輛中階一點的車 Niche的Faith II 就是928G 4個小時 我們看到左邊的燈柱上面 每一條都有號碼 根據官網上面所說 在第150、300和440幾 這幾支燈柱都是有休息地方的 換句話說 我們差不多到第一個休息站 只是5公里而已 這裏應該就是傳說中的第一個休息站 不如我們停一停進去看看 5.5公里的旅程第一個休息站 一何之隔 就是曼谷蘇曼亞浦國際機場 這邊就是廁所 還有廁所 還有廁所 反賣機 現在這個情況可不可以叫做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剛才我來這裏的時候 我是搭Boat 即是大家來泰國 通常都會用那兩個座車的運動 Boat and Grab 我由曼谷的Sukumic 附近那裏過到這邊 大概搭了50分鐘車程左右 因為這裏是沒有巴士 也沒有鐵路可以來得到 所以召車就會變成唯一的選擇 如果你是由曼谷市區 自己踩單車過來的話 這裏的距離是30多公里 過去這幾天我看到 泰國的路況 都不是非常理想 第一說是坑度都幾多 第二是駕駛者對於交通規則 這件事也是一個大問號 再加上我來了這麼多日 曼谷是一直都在堅塞車的 但如果你是拿著自己的單車來的話 是不需要入場費的 但是仍然需要登記這個Snap 所有的消費都會是用Snap來完成 8.25公里 現在行車方向南 有少少的液風 但是那些行雷閃電 很黑的雲在我後面 我希望這個液風 可以將那些閃電的雲 越吹越遠 高空的風和地面的風 是不一定一樣的 我都知道 因為我這次是第一次來泰國 而我對上一次去一個 語言完全不通的地方 是不知多久之前已經 所以我買完機票之後 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我一間促進了很基本的泰文 Sawadikap Indikidai Lutana Karp 萬一如果他繼續跟我說的話 我就知道 Omputai Maitai Karp 里程10.5公里附近的休息站 有人在跑步 這裡好像是有跑步的track 而是1點多公里 不記得我先回去看看網站 來看看天啊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殺到你了 雷車又來啦 一停下來 寒是好像下雨一樣 這裡的濕度看來都挺誇張 後面的雨區好像真的在淹過來 可不可以不好啊 如果大家來到曼谷 又腳痕想踩單車 會上來這裏玩一下的話 就要注意一下弦紅規則 首先是全程都要帶頭暉 我相信各位踩開公路車的 車友應該都沒有問題 一一一頭都是戴著的 第二 這裡是單向道 你走到這邊 一発發完 你能不能回頭 你只能踩一圈回來 所以沒有說 一踩完 下大雨 或者好像剛才那裡 一進來,然後砰 我回頭,沒有這回事 然後它有要求你需要有合適的服裝 有標誌到要是要是波鞋 或者是單車鞋 Scycling Shoes,我假設是鎖鞋 然後你用的水瓶 一定要是單車用的水瓶 就不可以是便利店買膠瓶 或者是台灣所說的補特器 規矩裡面有一個我比較關心的東西 就是它說不可以拿攝影器材進來 但是你拿電話來拍也行 你單手拿著電話來拍也不是更加不安全 剛才我有問過它 如果我這樣的話,我可不可以進來 它是沒有說過不行 挖出太陽,沒有太陽而已 我們又停一停,旅程是15.8公里 是三個休息站 仍然是一模一樣 Crystal 這個應該是水 讓我們試試 10元太豬一瓶 其他運動飲品是15元 不是我可以用Snap的嗎? Hello,似乎不是這樣用 出現太陽 出現太陽 但是前面的雨雲是這樣的 怎麼辦呢? 情缸有點不妙 我還想等IG story 上載我才行 不要搞了 等我先回去 現在行車方向北是順風 但是前面是那個雨區 大概還有7公里 但是幸好我看前面 是看不到有下雨的 但是這些事都不要亂說 但是風向這樣變化 而且冷了很多 要快一點點 風向和氣溫忽然改變 是frontal weather的特性 我還有4公里 天色好像變明朗了? 好像嗎? 剛才是這裡整塊 好像屎一樣 Hello 好 哈哈哈哈 看看 看看 有空派 製造了一輛車 這裡有櫃粉 有咖啡 然後後面有這麼大的幅座 啊哈 Pegmai 是Pegmai 剛剛用非常有限的泰文 點了這個東西 這輛車有陸陸的出現 現在是下午5點 因為這裡的日頭和台灣的 夏天的日頭是一樣的 這麼熱的 剛剛 這麼大雷 我現在不敢玩太陽 Snap 上升了100元 才發現裡面還有88元 太陽油 Gopro 換了電 Ready Lap 2 為什麼沒有人 被它發現了 我吹到這麼快 在這裡吃它的風味 大陸 有些人 在這裡 看到很多人 沒有人 有了 的 很多人 在這邊 出雲 有些人 都是 有些人 有些人 會 Covn Club 泰国车友 多谢你们 转等上来这里 拍摄我们的车弹车的地方 皇军很多车友来到 亦都可以看索曼娜普基厂的日落 感应也挺差的 来看看 家里的鸡肉 喝完橙汁冰沙 今天的四个小时租机时间 就差不多完了 那我们先去还了一辆车 越晚就越来越多车友 但是我就还了一辆车 那今天我们在机场附近的 Happy and Healthy Bike Link 的行程 就到这里结束了 48公里两圈 但是那十几公里我感到非常烦恼 多谢各位泰国车友 Kopun Cup 喜欢这条影片帮我按like 按share 按subscribe 从Choose小导弹下试下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快点啊 走雷啦 不要走雷啦 前几天都是曬到烤得热得瘋 今天我订了这辆车 来这辆车 他又做了这样的天气给我 他们错过了帮我播风的机会 对啦 一定是这样 不要再坑了 小朋友